原期动漫《鬼灭之刃》剧场版 在日本上映后 仅花十天就累积打百亿的营收 打破电影《神影少女》开档后 25天票房破百亿的记录 为动画电影缔造新的巅峰 也变成疫情期间的票房奇迹 《鬼灭之刃》剧场版无线列车片 接续第一季动画的剧情 描述造门探知狼等流行人 在蝴蝶人训练结束后 搭上无线列车继续完成鬼杀的任务 与炎柱炼狱性兽狼 一起调查列车上多人失踪的事件 然而 众人却不小心陷入夏贤之一眼梦 所设下的虚假梦境中 电影里怀念亲人 朋友相惜的情感 在角色之间的温馨对话 搞笑有趣的打闹互动中 惹到了深华 让观众忍不住泪散电影院 接下来 阿维将整理其中的五大集时 带大家重温电影的感动 由于夏贤之一所创造的梦境过于真实 且又针对人们最脆弱的心灵 让炭治郎迟迟不忍离开 后来凭借迷斗自己自我意识的反抗 他才渐渐意识到 眼前的场景都是夏贤之一设下的梦境 虽然失去的家人急在眼前 看着狼仍坚强地面对自己失去的事实 转身离开 试图逃离梦境 即便痛苦 难过于后悔 他还是逼迫自己继续迈进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挽回 再怎么留恋与不舍 他们也不会重回昔日的时光 唯有选择告别回忆 他才能继续向前 避免更多的遗憾 夏贤之一擅长利用人心的脆弱 让人深陷于梦境之中 并利用人们想重温美梦的弱点 操控人们的行为 但让他料想不到的是 看着狼有人勇于面对失去的坚强 甚至未了解出夏贤之一的术实 有着自吻的决心 他才发现当人们拥抱自己的脆弱 就会变得比想象中的坚强 在严重的梦境中 他这样和父亲报告他当上驻的事情 却被父亲于于没有意所打击 因父亲曾热心地栽培他和弟弟 这在一席之间放弃担任见识的热情 让严重难免有些失落与难过 面对渴望得到父亲认同的弟弟 严重坦诚说出不被父亲认同的事实 但他却鼓励弟弟虚怀有燃烧般的热情 做任何事情 即便寂寞 常常接受挫败 被人嘲笑 也要努力活下去 尽力实践梦想 因为这就是最难得可恶的价值 即夏贤之一后 竟出现更强大的敌人 那就是上贤之三一窝座 为了守护虎背 严重大革提升而出 与上贤之三展开一场激烈血战 一或多认为严重的能力不凡 便邀请他成为鬼的一员 就不用受限于人类的生老病死 达到至高领域 老去或是死亡 都是人类这种短暂生物的美 严重坚决反对地说 他到处生命虽然不可永恒 但却也因为这种短暂 才更能体会其中的美好 也真会是道理 因为有遗憾之感 失去的痛 我们才更能深刻感受人事物的存在 进而发现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与意义 虽然严重与一窝座实力相当 但受限于人类的体能 无法愈合之能力 仍然不敌一窝座的致命攻击 探知狼一度崩溃 并产生了怀疑自己能否回应严重期待 而有人一支柱却责备探知狼 既然被人相信了 就不要去想回应这份期待以外的事情 异于联醒探知狼 我们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 其实不甘心 难过 时间也不会因此停止 甚至倒转 我们只能选择振作 回应他们的期待 让自己深陷于悲伤的情绪中 只会让对方的付出与努力 失去意义 倒不如尽快调整情绪 继续教训 更努力地去完成自己的实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有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